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 联火联士联主上师主持的甘露金社 特别恭请联身法王卢盛宴 主谈地藏王菩萨超度法会 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听联身活活 在当天的法语开示 有人住进一栋房子 开了四个窗户 有四个窗户 打开东方 这个 就吹来一阵臭味 臭气 臭的气 吹进来 诶 那个要买房子的人说怎么搞的 开东方的窗户 就吹来一股臭气进来 他说因为那里是这个垃圾的焚化场 所以有这个臭味进来 那打开了西方的这个窗户呢 又有一些酸酸的东西进 闻到酸酸的东西 那个要买房子的人就问了 那个Edging 怎么打开西方的窗户有双味进来 他说那是那个臭豆腐的工厂在那里 臭豆腐的工厂 哇 这样子 那打开北方的窗户呢 又有一阵风吹过来 那是什么味道啊 好怪很怪很 他很特别的那一种 酸的也有了 这个臭的也有了 一种腐败的味道吹进来 那什么是腐败的味道啊 他说因为你后面那边是焚场 北方是焚场 那南方呢 南方总会好一点吧 对不对 南方啊 是一个很大的医院 很大的医院 他每天这个车子 呜呜呜呜呜呜呜 这个救护车呜呜呜的叫了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买房子的人就问他 那好处在哪里 他说你很快就知道 这个哪里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 这个就是好处 我是这样子比喻的讲 其实环境很重要 环境很重要 也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这个生机 很重要 然后还要看流水的方向 流水呢是往东方往西方流啊 北方往南方流啊 大部分的水都是这样子 在美国的地方 在美国的地方 在台湾的地方 他们住在西部的所有的水 是东边往西边流 那台北的方向往南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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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 要看流水的方向 看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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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盐水啊 盐水明堂 就是比较容易早发的 盐水 是发得比较久眼的 所以要看 就要看 你能不能够敞轰俱去 能够把水引进来 水跟气是接着流的 同一个方向走的 那你就可以懂得 什么叫做财库位 财库位在哪一个方向 你要通通都要 在地理方面 我们是这样子看 然后最后看 这个房子的正门的方向 合不合一 这个你家里面人的 主人的生命持相 合不合一 还有一个道理 房子呢 在后面要有靠 两边要有抱 前面要有罩 罩中又有泡 这个最主要的几个眼里 你都知道 龙穴沙水向方向 生命持相 生命持相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住进这栋房子 很想创一方事业 这个房子是佛的 配合你生命的持相 你就会很认真的 而且有毅力的 很有精神的努力创造你的事业 如果跟你的生命的持相不合 这个房子正门跟你完全持相不合 方向不合 方向不合 那你就会 一进去 就入世磨地 天天这样子 萎靡不振 想振作起来 读书 也读不下去 想要做事业 也很懒 想要做什么 然后 你都觉得 好像没有力量的那种感觉都没有 那 这个就是地理洪水 你要懂得地理懂得洪水 你就抓住五个要点 融穴沙水巷 那在这方面的洪水啊 这个 连世上司啊 连世上司 他跟我在旁边 看过一阵子的洪水 主要他还懂得这些道理 应该他看的 应该是不会错 这个 宜家宴口就讲到洪水 其实洪水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洪水是利益 我们明阳两立 因为洪水有阳窄 就是我们活人住的 有阴窄 也是一样的 这个有几个例子 我本来在山庄啊 看到一块 这个好的地理 那我把我的母亲呢 就险在那个地理 就 首先就葬在那里 我母亲在西雅图 她 这个 二次中风 她就走了 很快她就走了 就是我这个年龄 七十一岁的这个年龄 她就 就离开了 离开人间 然后我找了一个是 这个 在双莲池啊 彩虹山庄有两个双莲池的旁边 有一个地理 我就把它放在那里 这一放啊 这一放啊 不得了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就觉得 怎么搞的 我脚底下有水在流 奇怪啦 怎么回事 起来伸手一算 哎呀不好 虽然是一个好地理 但是在上面啊 建了两个双莲池 那么池里面的水 它有一个水道 就 刚好通过这个 我母亲的那一块 那手杖的地方 所以我感应到了 然后赶快把它转 把它把它拿起来 拿起来果然一看 再挖下去 果然是水 它底下有水 刚好是排水道 在底下 我那个 放的这个金刀黄啊 刚好放在这个水道的上面 怪不得晚上睡觉 有水声从我脚这样子流过去 这个很感应的 然后我就把它牵到好的地方 那个有五色土 这个后面有靠 两边有抱 前面有罩 罩中有泡 的地方 终于 这样子 就非常的 非常好 名仰两立 能说能唱 能美能跳 真是多么美好的灵感世界 妙音佛母 就能满足这样的愿望 台湾雷藏寺 特别以和阿弥陀佛 文书施利菩萨 大威德金刚 最深缘分的 妙音佛母为主尊 恭请联神法王 卢盛宴 主谈护魔大法会 增福增会的大好机会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时间过得飞快 马上又要准备过年了 猴年的安太岁和点光明灯 台湾雷藏寺已经准备好服务你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生肖属猴 虎 蛇 猪的朋友 更要多多留意雷藏寺的活动 祝您猴年行大运 佛光护照 幼稚圆的小孩问老师 幼稚圆的小孩问老师 我奶奶八十岁 能够怀孕吗 老师讲不能 那我姐姐十八岁呢 老师讲能 那我八岁呢 老师讲不能 旁边一个小男孩笑着说 嘿 我说没事吧 这个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人间很多事情 到了某一个年龄层 它所产生的 这个就是一种命运的 一种安排 命运的安排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人生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 都有他的命运的安排 所以今天我们医到什么事情 也不要怨天尤人 因为命里面安排你就是这样子的 几岁到几岁 怎么样 几岁到几岁怎么样 很难去改变 很难去改变 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修行 大善 你行最大的善 什么叫做大善 修行才是真正的大善 你修知良道可以 去帮助众生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都是善 真正最大的善 就是修行 所以善能够改变命运 我们不要照着这个命运走 你只要好好的修行 你所得到的 那种人生的价值超过一切 其实你只要能够度化你自己 到了佛国净土 你可以寄生成佛 你就是人生最高的价值 等于是最大的善事 那修行人 他们讲说是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把自己度到最高人的境界 但是阿罗汉也可以成为菩萨 自己度了 再来度众生 自度度他 自觉觉他 这个就是菩萨 你可以到成为最高境界的菩萨 其实人生没什么 一切都是空患 做善事 做恶事 其实也都是空患 只是一个业 带走你这个业 你身上 你身上什么都带不走 就把只有业随着你的身走 所以在这个好像六道里面 天、人、阿修罗、第一、恶鬼、畜生 在六道里面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怎么转都转不出去 唯一最重要的 你懂得修行 有了正法 懂得很有耐心 有长眼心的 每日不断的修 你就是在做大善 你把自己度化 也影响了周遭的人 跟着你一起修行 那个就是真正的大善 我们讲说你做善事 没有错 你善事做了很多 因为你发了慈悲心 所以呢 你能够到天道去享福 但是要超过天道到四圣界 必须要藏着我们的修行 才有办法 两个老人在聊天 A讲我记忆变得好坏 你问有多坏呢 A就回答 什么东西有多坏 他已经忘掉了 什么东西有多坏 他已经忘掉了 他那个失忆的厉害 失忆的很厉害 我以前讲过失忆的 年纪到了你就失忆啊 你就真的 你年纪到了七十几八十几 像联火上司到快八十了 他记忆还很好 这屠杀保佑 屠杀保佑他 他记忆还很好 你看很多老人啊 你要挂名牌啊 因为他一出去啊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来 我以前讲过一个笑话 失忆的笑话 就是有一对夫妇年纪都很大 他们在楼上看电视 那个太太呢 就对那个 对先生讲说 你下到楼下 给我弄一个冰激凌 上面再给我那个 放一个这个 那个叫做草莓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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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放一个草莓 我要一个草莓 跟一个冰激凌 你要不要记下来啊 他老公就讲说 这一点小东西 我记得住的 他就下楼去 隔了不久 他上来了 他端一碗面 端一碗面上来 老婆一看吃一碗面 他就大骂 骂老公 我叫你加一个蛋 为什么没有加 你看两个都失忆了 所以很多事情 你不要看老人家 老人家问题蛮多的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随着转的 其实我认为说 失忆也不是坏事 其实不是坏事 我们把那些人生过去的 不好的 垃圾的 甘味道的 这个爱啊 恨啊 情啊 愁啊 通通给他忘了 你只要懂得念一句 阿弥陀佛 你要懂得持一个咒 懂一个想念 知道一个手印 每日好好的这样子修 你就会成就 那些不好的啊 全部给他忘了 失忆也是好事 有些记住啊 记住很多的你 你如果记住很多的垃圾啊 在你的心中啊 你永远不会亲近的 怎么入我我入 因为你心里很脏啊 都是那些垃圾啊 应该忘了就忘掉 把心中换为一种垃圾 好 各位观众 连生法王卢盛宴 每周六在台湾雷藏寺 主持护魔大法会 场场弟子争相主旗 请您把握成就者主坛的法会 台湾雷藏寺相关法务活动讯息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世界上有太多的预言 有的奇准 有的胡扯 而密教有没有预言 根据记载 每个祖师都有不可思议 超越时空的看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研究 卢盛宴文集 《未卜先知》 爸爸跟儿子讲 有一个好的老婆 人生就成功了一半 那儿子就讲 那我长大要娶两个 这个是误解 不是误解 很多事情都是 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喔 世界上很多的法律 也不一定是对的 你要在台湾、在香港 台湾、香港哪一个国家 那大部分都不可以抽大马 对不对 那是毒啊 在美国西雅图 大马是合法的 好 美国华盛顿州 现在目前来讲 美国各州 大马都是合法的 你公开买卖的 公开买卖的 是合法的 你看 这世界是在变了 法力也在变了 什么东西都在变了 这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不变了 就是你修行的深口意清净 它不会变化的 你有修行 你深口意就清净 你没有修行 你的心就是很得底的 就是垃圾 所以讲修行的价值就是这样子 今天在这个肯德基基根 边吃边看股票 有一个乞丐啊进来啊伸手 给他乞讨 我就给他一块这个 一块这个肌肉 然后继续看股票 乞丐吃着 然后就讲 A股要涨了 我就很惊讶的问他 股票你也懂吗 这个乞丐回答 就是因为懂 所以今天才变成我当乞丐 所以我们的脑袋里面啊 装的不是钱 钱当然也要赚 因为这是人生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基本的货币 你必须要有钱才能够过好的日子 小康也可以啦 不管你怎么样子 你都必须要有钱 你坐车要有钱啊 你开车加油也要钱啊 你坐公车也要钱啊 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公车啊 你没有油车子也不能动啊 人也要吃饭啊 也要有地方住啊 这到处都要钱 没有错 我们有一个弟子就叫他 他就叫他要钱嘛 他起的名字很好 要钱 要钱 要钱是不错 但是也要有佛法 你要钱你跑错地方了 我是不赞成这个赌博 那新加坡现在也 现在也有赌场 当然台湾 他赌场也帮助了新加坡 但是也会让人心变坏啊 那我认为台湾呢 台湾就是这样子啦 台湾人到部分都有一种 一种道德心理吧 对不对 你看新加坡他有红灯漆 对不对 他有赌场 他有赌场有红灯漆 台湾你要找红灯漆 没有 但是都转名为岸 这Motel开了很多啊 开的比谁多多 但是就说欸 好啦你们每一个大都市里面 给你们设一个红灯漆吧 他就说不要不要 其实不要就是要 对不对 就是表面上的道德啊 内心又如何呢 对不对 所以一般人来讲讲像赌场 然后是要开到澎湖朋友 澎湖啊 大家投票 钱民公投 澎湖县的全部来公投 他们要反对赌场 就是赌场如果到了澎湖啊 澎湖会发达的 你修行人不管你住在哪里 你都是在修行 你不管你住到哪个地方 都是在修行 你在赌场工作 你也是在修行 你就算在鸡宴工作 你也在修行 然后我们那个 我们伟大的白教祖师 他侍奉一个基因 侍奉了十几年 蒂洛巴 蒂洛巴就是 蒂洛巴白教祖师 从蒂洛巴、纳洛巴 那个马尔巴 就变成藏人 以前印度人 蒂洛巴是很早的白教祖师 他是在基宴工作的 他也是在修行 虽然处在污泥之中 他仍然是一斗白莲花 真正的修行人 在任何环境他都可以修的 这个就是价值 但是一般人啊 你还没有到那个境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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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